第3天,我們去了這個純鹿農場 在坐純鹿車之前,我們要坐在這裡等純鹿回來 所以導遊準備了一些在茶壺的熱果汁給我們喝 其實坐著純鹿皮也蠻舒服的 等了一會後,純鹿仔回來了就可以出發了 純鹿辛苦了,去片 坐完車,還跟一隻鹿快手打了個理應卡 下一個地方就是純鹿農場 在這裡可以跟鹿有近距離的接觸 以及為牠們吃草 雖然大家都好像很害怕人 看這隻走得很快 去完純鹿農場的空行時間,我們去了行山 在純鹿里面,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國家公園 裡面還可以行山和滑雪 顧名思義,其實這是一個很大型的森林 裡面還有一個專帶極光的位置 叫Huds 在這個Huds裡面可以看到極光 但是看不到日落 如果要看日落的話,我們要上山頂才可以看到完整的景色 我們沒有做到這樣的事 只是在這個國家公園走了一會兒 其實沒有上山頂是因為我們找不到路 哈哈 Hello 我們正在走山 Engie 我正在拍攝V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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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正在拍攝嗎 你可以說Hello嗎 哈哈 Yeah Hi Engie 原路接班的時候,遇到一個很斜的斜坡 很害怕滑下山 所以要爬著山 然後這個就是Snow Angel的我 在Lap Lounge裡面找回我的童真 然後在這裡也做了很多我沒試過做的事 而且看到雪真的是第一次 然後呢,這裡就有一個大太陽 然後我就跟太陽拍了一張照 第三天最後的行程就是去看極光了 在這次旅程裡面其實我們看了三晚極光 而這一晚是第二晚 導遊帶了我們去一個很暗的湖面上面看極光 所以是非常清晰的 因為沒有什麼光害 我們還看到Dancing Aurora 真的在跳舞的極光 極光其實是會動的 感覺真的很神奇 雖然說是蝦時期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蝦時期 登錯雪梟的時候 我們還吃了玉桂卷 和喝了一個好咖啡 做開始 出發之前,這些狗狗都非常興奮 差點扯走的雪梟 馬上去片高高高 有的在藍天白雲之下坐雪梅 真的人生一大樂事 我真的覺得自己非常幸運 由於坐雪梟 雖然4.5分鐘 有點太長了 所以我就在這裡為大家進行快進 坐坐後面駕車跟車太貼 狗狗突然之間在我旁邊出現 其實在整個過程中 最刺激就是控制雪梟這個部分 因為你要控制小狗去停 或者前進 如果你控制得不好 其實有機會會駕前面駕車 可能弄傷狗狗 其實狗狗很聰明和蠢目 所以最後還是沒事 牠們會停的自己 駕駛完雪梟之後 我們還可以跟狗狗有些互動 可以摸摸牠們 跟牠們說說話 這隻狗狗還好奇地 就這樣騙我一下 坐完雪梟之後 我們就趁著自由時間 去了山上一間餐廳裡吃 它出名的冬粒 和喝熱朱古力 雖然很多糖 但是味道都算不錯 之後我們去了水上樂園 玩水 和焗了一個虛味桑拿 去到夜晚 我們還看到極光 然後我們出去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要去玩slash 就要找一個很斜斜 幫人滑下去 然後這個就是我滑下去的片段 來到了第五天 我們第一個行程去玩ice karting 由於我沒有開過車 所以我們理所多人地 爆味 然後這個就是帶了頭盔的我 真的 好像很炸彈 趁著自由時間 我們去了兩個shopping center 這個是第一個 然後這個 有六角的升廣機 是第二個 那在裡面 我還看到一個很奇怪的杯 我就在想這個杯 一個人都喝不到 那三個人怎麼喝呢 然後這裡裡面 還有二樓有一個exhibition 但是它沒有開到 我們可以看 之後我們去了一間 專食鹵肉漢堡的餐廳 吃漢堡包 那裡的薯條是非常好吃的 但是鹵肉我就沒有吃多了 因為我覺得 不是蠻好吃的 因為我是丹布林已經吃過 因為我是丹布林已經吃過 吃完午餐 還有在外面走多了一會 說這麼快 就要回去 那我就要跟你說拜拜 那在坐長途巴士的時候 晚上還看到北斗七星 FANTASTIC BYE BYE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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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